幾次問題啊 蛤 幾次問題 給我罵啊 莫名其妙就重新店家裡面 對店內客人不斷叫囂 但這名平同男一直對著螢幕講話 已經搞不太清楚是在錄影還是在講視訊電話 口口聲聲說自己心聲畏懼 但不知道和拿椅子做事攻擊的行為比起來 哪個比較令人恐懼 原來這次受害的是Youtube拍攝團隊 有14萬訂閱頻道 邪幹宅男小家 當中來賓陳潔兒就是當天被恐嚇的對象 本身是JKF女郎的陳潔兒 因為擁有一雙電眼加上傲人身材 讓她在IG上有多達9.8萬人追蹤 約人氣高也逐漸成為頻道中的固定班底 29號傍晚6點多 團隊在台北市華西街 拍攝吃蛇肉湯的美食節目 這名平同男卻突然靠近 緊貼著陳潔兒的臉看 引起他注意回看了他一眼 沒想到會引發對方暴怒 認為被瞪 甚至還最近店內叫囂 拿椅子做事攻擊 這回他決定到派出所向對方提告恐嚇 而警方也已經查出男子身份通知 導演說明 畢竟拍片突發狀況多少會有 但這回威脅到工作人員安全 節目並不想要這種幕後花絮 TVBS宣令遠遠關於台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